开放式共用厨房 八平大的房间 放下一张双人床 还绰绰有余 一个人一个月 四千元住下来 相当舒服 0403强政后 这位东华大学的学生 突然收到房东讯息 要毁约收屋 不给租了 他跟我们的讯息 就是说他非常担心 地震之后会造成 他的房价变少 然后他想要快速的收除 希望我们可以 就是尽快的搬离 收到这样的讯息 张小姐相当错愕 强调租约还没到期 和房东的合约中 也没有提早终止条款 但房东坚持 基于安全 已经提前一个月通知 愿意赔一个月的租金 但不付张小姐 要求的五万元赔偿金 更说租金才四千元 他要归几百万 天天吃不下也睡不好 租客张小姐坚持 要住好住满 可是你这边 可能要求他五月底之前 就要签出这样子 是不是为 我跟妳讲我现在没有 实际制电房东挂电话 没多做回应 对于租客来说 强政后要在花莲租屋 没那么简单 物件已经稀少 东华大学宿舍 一千七百个床位 更因为管线受损 无法居住 供需失衡 租金平均调高 两到三成 因为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大概这个租屋的需求 会突然暴增 因为红黄单贴下去之后 不管今天是黄单 比较轻微受损 结果还没补强之前 其实不然这住户 在里面住的相对 一定是不安心 地震怕房价掉 急着出售 却苦到学生租屋足 房源少租金越电越高 连原本的租屋权益 也跟着动摇 三地震由刘宇聚换